3.1C 繼續說八份變化 不過今次我們會研究不同部份 例如不同部份的例子 例如現在看到生日卡的生產成本 生產成本分為兩部份 一個是紙的成本,一個是印刷成本 最初價錢是不同的 一個紙張成本是3元,印刷是2元 變化是不同的 紙張成本增加20% 印刷成本增加15% 究竟新的成本是多少呢? 留意,因為紙張成本和印刷成本是不同的 一個3元,一個2元 所以它的20%和它的15% 是手對回事 它沒問題,按照做 它增加20%,即是1.2元 它增加15%,即是1.15元 然後分開計,再加起來 這就是新的成本 另一種例子 譬如現在看到 一個博物館的門票 以及入場人次 這兩樣東西 本身就是那間博物館的收入 PXN 但因為現在P,即是售價 和人次的變化 都有點不同 它現在假設售價 今年的售價是增加20% 即是我們這樣想 這個PXN 另外,人次反而是少用的 如果換成小數 就變成0.95 如何計算呢 這個收入的變化 你可以留意一下 用未知數會不會處理 原來的收入就是PXN 一張PXN 收入N PXN 新的收入有甚麼不同 PXXN 1.234 分別延伸 你可以看出 Realization 這是原本的PN,這是新的收入 新減救減救成100% 最終的過程,PN是若減的,答案是14 我之前有提過的課堂 其實可以變成一些簡單的做法 如果做選擇題的話,這個題目就比較麻煩 真的要寫比較長 下面有兩條課堂研習 自己試一試 我想講一下例子 例題,這裡有三題 3.7 3.7,雖然這個題目很長 最重要是你解釋清楚 這120個學生中,有多少是男,多少是女 45名是男裝,而他減他,120-45 應該是女生人數 為甚麼呢? 原來男生的增加比例和女生的變化比例是不同的 現在說的是男生的增加20% 但是女生就少了40% 如果我知道女生的人數 也知道男生的人數 其實是各自做各自的變化 即他乘1.2 他應該是0.6 因為少於40% 計算一下之後 這個就是新的人數 這條類似剛才的個案 這次是三角形的面積變化 底和高就跌了10%和跌了20% 要怎樣做呢? 又是切尾之數 這個應該比較困難 對於大家來說 要懂得切尾之數 當然不一定是這兩個字 你喜歡用XY也可以 寫清楚就可以了 原來的底和原來的高是B和H 這是原本的三個面積 底乘高除2 以B乘H除2 新的底 因為B會變的 H都會變的 變多少呢? 一個乘0.9 一個乘0.8 所以B乘0.9 H乘0.8 把新的底和新的高 再組成一個新的面積 新的面積就是 新底乘新高 再隨意 計算到這個 這個就是新的面積 這個是原本舊的面積 很明顯 每一次的變化就是 新減舊除舊 舊成100% 調色是有很多未知數 不過你會發現 近來的未知數是弱的 所以只剩下數字 隔離這條是平衡四邊形的面積 可以參考旁邊的格式 模仿一次 公式不同 當然不是底乘高 隨意 平衡四邊形的面積就是長成高 這個叫底乘高 我現在用A用B 可以自己試一下 最後一條 好像這個 這條比較深一點 這條例題 我想你自己試一下 例如這個3.9 也可以說一說 原來生產一件3的成本 是分開兩部分 一個是生產成本 一個是廣告費 其中生產成本佔80% 廣告費佔20% 即是說 這兩樣東西 不是一樣 那麼多 另外 又說生產成本 原來現在佔4% 廣告費少6% 其實整條數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一個數字都沒有 只有100分數 我根本不知道生產成本 多少 廣告費多少 所以都是這個問題 不如切一個未知數 叫X 這個就叫生產成本 這個就是廣告費 因為它說一個八成一個兩成 將各自的部分 去變成 乘1.04 增加的 減少的乘0.94 這個就是最新成本 這個就是原本成本 砌完一輪之後 再用這些未知數 減少數 減少100% 這個可以自己試一下 先去到這裏